不知道你們的經濟狀況嗎 知道 所以其實在這邊 好像是兩回事 講一個秘密 剛才講的那個兩萬的車貸 其實那買車六十萬 是我媽媽私底下拿給我的 這樣講的我其他人 我哥哥現在就知道了 那時候其實是我媽媽 她的四萬錢拿給我的 我們就變成每個月還婆婆兩萬塊 但是我們不管沒有 就算沒有錢 那兩萬塊 我們還是會去借信用卡來還婆婆 對,就是為了要還 對,為了要還這一筆錢 不要讓兄弟們講話 講話 對 對,所以我們 裡面去借二十趴的 預借現金來還我媽媽的兩萬塊 了解 所以那時候最苦就到夜市 然後帶兩個小孩子 然後點一份牛排或豬排 我記得那時候最便宜 一開始那時候大概六十塊、七十塊吧 差不多 點一份 然後就肉跟... 肉先給兩個小朋友吃 對 然後麵也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沒有吃過的麵 我們兩個來吃 然後我們就... 他不是有那個... 玉米濃湯 紅茶 玉米濃湯喝到飽 喝到飽 我們兩個真的就喝玉米濃湯 喝到飽 全家就點一份 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 六、七年嘛 有一段時間 六、七年 但我覺得印象很深的是到 六、七年後 我們慢慢的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小孩子也蠻... 跟著我們蠻苦的 所以我想說我們就帶孩子去人生 第一次出國 所以我們就帶了孩子去了迪士尼 哇... 然後我去迪士尼的時候 因為裡面的餐點真的很貴 對 對 它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套餐 對,一個套餐就是台幣八百多塊 然後我就叫了兩個 因為有兩個孩子嘛 然後他們就吃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能去吃他們的 因為不夠了 我們還要再叫 對 我們就會覺得太奢侈 對 那因為那時候孩子很小 所以我的包包都會放那個 巧克力小條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看著 他們兩個吃那個套餐 我們兩個就拿那個巧克力起來 一直吃一直吃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我們都沒跟孩子講 然後到了長大的時候 有一天我們去逛超商 我兒子問我 媽媽妳要不要吃巧克力 因為他以為妳愛吃巧克力 因為妳在那個迪士尼裡面 妳一直吃巧克力好像很好吃 我買給妳吃 就跟那個媽媽 喜歡吃魚頭的那個意思一樣 那時候我心裡就說 妳都不知道 我們是這樣子在對待孩子的 天下父母心 真的耶 你看這就是父母 自己哭都沒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知道 不是因為妳喜歡吃巧克力嗎 比如那天我去賣場的時候 我跟他們講說 我不是真的愛吃巧克力 我是因為那時候沒有錢 那他們怎麼反應 他們一直笑 因為他們那時候也還小 然後他們聽完一直笑 我以為我跟姐姐 我以為妳們 笑三次 但是我 我不能去 我有跟他們講說 是因為我們愛妳們 但是有時候 每個年紀 走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才會體會當父母 對 是真的是這樣子 對 我完全可以體會到 就是隨意哥跟怡君姐的那種聲音 妳現在要哭了嗎 對 因為我現在還是在過這種生活 還是因為跟孩子 麻婆豆腐還在辣 我不是太厭嗎 太厭嗎 看怎麼還沒辣 我還是出路菜 對 出路菜 因為我老公前一陣子就是接了一個 導演的電影 然後那個電影照理說應該收入很不錯 但是那個電影拍完之後 那個電影 導演就跑了 可是我們必須還是要發給下面的人薪水嘛 所以我們變成就要去跟銀行貸款 然後發薪水給他們 那時候寶寶也出生了 所以我們貸完款出來之後就 身上就沒有錢了嘛 然後 又加上小孩子的出生 然後又加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幾乎根本是沒有工作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跟怡君姐跟隨意各一樣 就是我們都會去找那種白飯吃到飽的 因為你要share給小朋友吃 你真的吃不飽 真的 對 我完全懂 要分給小朋友吃 所以就白飯吃到飽 你就比較不會有那個壓力 你就想說吃不飽 又要再點很有壓力 對 然後有時候又覺得算了 就乾脆不要出門 因為一出門就會花錢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也會覺得說 小孩子他可能有想要什麼東西 並不是很奢侈 或是可能就是一個什麼幾百塊的東西 但我們買了它之後 可能牛奶就沒有辦法買 對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給它 跟別人一樣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愧疚 就會覺得愧疚 愧疚 因為那這個心態 不只小朋友會互相比較說 別的小朋友為什麼有 我他沒有 對 其實我們大人也會跟著比較 為什麼別的爸爸媽媽 可以有能力買給他的小朋友 我們自己身為別人的爸爸媽媽 我們卻沒有辦法 爸 要羞羞 對啊 我懂 就我們當父母一定會 給我們最大能夠給的資源 給我們的小孩 你會把自己排在最後面 對 你講東區有一家拉麵店 什麼 你付一碗拉麵的錢 他的咖哩飯是吃到飽 真的假的 真的 地下室那個 對 對 而且那家拉麵很好吃 很好吃 立刻等一下跟你要第一次 真的很好吃 你會看到大俠永遠 一夾子都在那邊 他當菜都在那邊了 我會抓到打羊 然後轉頭一看到 大飛怎麼在那邊 對 你現在是 你也在羊 但你就是說 我很好奇 就是說原本是一個 Chulo才的中泡賽 你怎麼會進入歌壇的呢 因為本來就很喜歡唱歌 因為我 像我跟怡君也是唱歌認識的 而且那一陣子也就是我們最苦的那六七年的日子 所以其實我是有六七年沒有唱歌的 因為那時候你就想說怎麼可能還有多餘的錢 讓你去台北這個這麼遠的城市唱歌 而且當廚師就是服務業你假日都不能休息 歌唱比賽都在假日 要假日 所以我有大概六七年時間沒唱歌 直到後來我們自己就 幾乎都是同一個時間 我自己轉行當老闆 然後跟踏入演藝圈都是同一個時間點 他幫我報名的 其實轉類點是在 他每一天都在廁所唱歌 然後我真的是聽到已經受不了了 我說你要不要去歌唱比賽一下 因為他可能覺得自己看著電視上就說 我也唱得差不多 然後就覺得那你要不要去比賽 我會很喜歡看歌唱比賽的節目 每天在廁所唱 對啊 我是沒有鼓勵他 他就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又沒有什麼錢去比 但我心裡就有一個聲音跟我講 那可能是你一輩子的夢想 如果不讓你去世 你會不會後悔娶了我 生了小孩 沒辦法讓你完成夢想 那反正我們都已經欠這麼多了 也不差這些車錢了 你去試試看 如果你試過了那失敗了 你以後還可以講說 我上過電視 去試看看吧 這跟李安的老婆一樣 對啊 他有讓他圓了這個夢 而且剛剛隨意哥眼睛是冒著愛心在看怡君姐 講這一段的耶 我是怕來不 你是不是昨晚沒睡覺 不得了 有點累耶 白油啊 我不會了 那是白油啊 怡君姐自己沒有夢想嗎 唱歌 我有夢想啊 我小時候兩歲我就想要當歌星 對 然後 但是問題是我 當時的身分是她的老婆 我的孩子都還很小 對 就算我可以去 我也沒有辦法把孩子放著 這個 所以我的夢想是一直壓到了孩子 到 大的到國中 的時候 她才跟我講 媽媽妳要不要去比比看 她慢了我很多年才 她才去參加那個超級偶像 對 所以後來妳就 是妳幫她報名的嗎 對 我幫她報名的 然後妳就去了 對 然後後來 就過關了 就整個發達 對 就開始唱 開始飛黃海大 隨意是妳出道後取的名 還是是本名 本名啊 隨意是本名 本名啊 我一直以為是 本名在上面就叫陳書藝 我一直以為是藝名 我一直以為是藝名 本名啊 庫口名簿什麼人增上都是 那是不是很多人會像 像剛剛她那樣 講說膽青菜 對 對 現在是我 我讀國中的時候的綽號 其實這個 我因為這個名字 去配了一副眼鏡不用錢 蛤 為何 為什麼